安省多位受訪市民 普遍對於省長的運輸計劃表示歡迎 代表市加堡的多倫多市議員 封賴桂霞就指 特別是地鐵延長線 市民期待已久能夠落實執行 何家碧的報導 省長杜格福特今天宣布 確建運輸計劃期間 點名指多倫多市議員封賴桂霞 了解選民的需求 已經為市加堡居民爭取地鐵多年 封賴桂霞表示多倫多地鐵 幾十年來都沒有大的發展 終於省府提出一個可行的計劃 我其實1972年移民來多倫多 那時候香港是沒有地鐵的 但是多倫多已經地鐵去到Ellington 和東西那條線都已經有在 那現在四十幾年之後 多倫多只建了幾個站 而香港已經整個地鐵系統了 變成我們真是很退後 有市民表示 將地鐵延長致時加堡和列治民山市 不單止方便日常的通勤 也有助於緩解多倫多住房緊缺的問題 我覺得挺好 因為很多人想找地方住的時候 經常想有地鐵有沒有地鐵 那對一些人常常想找房子 因為常常說多倫多不夠位給人住 那對年輕人通知我 如果想找地方住也挺好 市民希望各級政府 今次能夠合作落實擴建計劃 不要再只是說不做 反正我們只關心的就是只要能建成就行 直播穆法定位置 零業作人